菲斯是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 遠看這個世界文化遺產 其實是舒服很多的 因為由南門走進這個古城之後 條條路都九曲十三彎 很容易當失路 而且街上還尼漫著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味道其實是來自於當地很出名的掩皮工廠 謝謝 剛剛拍了這個 就是薄荷葉 拿著薄荷葉 然後就可以走上建築的高層 看到露天工廠的皮革票染製作過程 它們染皮革的原材料 包括一些牛尿和白鴿屎 另外還有一些自然的植物染料 工人每天在這裡不停踩 其實日薪可以高達30美元 雖然很傷身體 但在當地來說都算是很高收入 歐洲有90%的人工染皮 其實都是來自於菲斯 這個舊城區裡面 大街小巷都在賣皮革的產品 有興趣可以便宜價買到美貨 但我就沒什麼興趣了 於是我就走了去舊城區裡面 這間咖啡室 這間咖啡室好像有點屯喚敗瓦 但它們打理得很好 所以混中大靜 坐下也挺舒服的 去了這個菲斯庫城裡面 這間是Rune Garden 有很多咖啡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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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故事裡面 給一個所謂 舒服 又不太有味道的 有貓 他們玩的咖啡室 很安靜 喝完咖啡室 打算進回舊城區拍照 但當地人都不太喜歡相機鏡頭 於是就只好拍一下在路上運貨的爐仔 和一些街貓 整個舊城區其實都被城牆包圍住 喜歡尋寶的話 不妨可以在這裡住一晚 享受一下舊城區的特別味道 而我最後就選了住在老城區之外 這個城市真的挺值得回味 大概就是這樣 喜歡的話可以like and share